大家好 我是郑朝芬 我是马云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 是有点严肃 对 有点 伤心 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舒服 或者说有一些不美好的回忆 对 所以说先提前请大家见谅 对吧 今天咱们聊的是 危险的富含者的行为 你踩雷了吗 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想在韩国变美丽 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有些人 运气没那么好 来这也不满意 或者说只能失败了 踩过了一些雷 我们这边 这些年也接待过好多客人 给我们讲了好多故事 我们就把这些故事 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 如果说呢 你 听到了 那也可能要回避了 尽量避免踩这些雷 是的 是不是啊 往里实现有故事 讲讲讲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我们也接待过很多的客人 而且客人呢 一大半都是过来做修复的 对 有些客人是在国内做的第一次手术 有些客人就是来到韩国 然后做的不好了 然后又修复 然后我们就就是客人就会 他就会聊 他就会聊 给我们聊一些 就比如说他说 哎呀我当时是找你们的话 你们还得收取什么服务费 对我们有服务费啊 对你们的费用高 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在韩国生活的朋友 对 这个朋友对我特别好 然后因为咱中国人都比较好客 或者是都比较容易信任别人 然后就说来到韩国 他就是让我住到他家里 也不做饭什么都是给我坐着吃 也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对 就信赖感 对 这时候就是 对 他们比较便宜 对 对对 然后他们不会想 也有些不是说他们调费 觉得这个人很好 对 这个人很高 对对对 这个人是为了着想的 是是 然后呢 但是大家想想在韩国这边生活 生活成本很高 很高的 是国内的五六倍 他为什么要这么好 就是你们之前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当时就是客人们也不会去考虑这些 也不沾亲也不再顾 对对对对 那你亲戚在这儿 对对 对吧 后来呢 然后他就跟着这个朋友去 就给他介绍医院 他就做了手术 因为出于对这个朋友的信任 他也不会去看看这个医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呀 就是商谈的过程中 这个朋友是否给他 就是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想要的 这个什么样的风格呀 或者什么 他都不知道 结果做完了之后 他就不满意 不满意了之后呢 那个朋友还不搭理他了 做完手术就不管了 对 就不管了 做手术之前呢 就像亲人一样 对对对对 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 所以说 听到他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我是真的很心里 反正 对对对 特别觉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呢 这样啊 要避免 嗯 对 事情反常必有要 是的 要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对对对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是的 所以说呢 一些时候呢 还是要有点警惕 对 给你过分热心啊 对 这个不对 是的 正常的嘛 像我们这收费是正常的 是的 我为你服务 我收服务费是正常的 对吧 所以说要注意 还有一些是 是找朋友的 是吧 嗯 还有一个 对 他老公还是个 他老公在韩国 有一个韩国人朋友 对 跟他关系特别好 他就觉得 我有韩国的朋友 那我就通过 我这个韩国的朋友 给我找个医院 其实在韩国 因为他找的是个男性朋友 因为韩国 毕竟这个男性朋友 我觉得他对于这些整形医院 他也不太了解 他可能是通过 也是通过一些人来问 这些医院 然后就给他推荐了一个 江南站 附近的 对 附近的一个医院 然后他就 他老公就 他老公没有来 就是这个客人自己来了 来了之后就去做手术了 结果就是 之前都是有那个韩国朋友 给他就是带着 进行着很顺利 手术也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 做到一半 嗯 就是他就那个医院就把他叫醒了 睡眠麻醉吧 对 睡眠麻醉 睡眠麻醉是可以叫醒的 对可以叫醒的 睡眠麻醉他给他打的轻嘛 那个药剂比较轻 然后他就中途就把他叫醒了 就说你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要添加什么手术 就比较复杂 对要比较复杂 然后就是你要加钱 嗯 然后就没办法 你在手术台上让他加钱 不加钱就不做 对 韩国人因为做事 他们就是有着自己的这个做事原则 嗯 嗯 可能这个事情是提前 就是是什么 对 是这么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计划的吧 然后没办法这个客人 就在手术台上清醒了 又让他老公给他打钱 嗯 然后又把这个费用支付了 然后就把手术做完了 嗯 嗯 这种事也是我真的 就客人不说 我都不敢去想的一个事情 对 嗯 嗯 所以说这个 一些 也不要轻易相信在韩国学朋友 是的 有些人呢 也可能是只是 有过一面之久 对 也不是了解的那么深 嗯 交往也没有那么深 对 现在度呢 也可能没有那么高 嗯 只是知道他是个韩国人 是的 中国人是想找门路啊 找关系啊 对对对 有多关系要好一点 对对对对 对吧 不是说这些有关系的人 就是 就 绝对那么靠谱 对 也有可能被 被坑了 是的 对吧 嗯 对啊 韩国这边有些整形医院呢 也就是不要适量 是的 嗯 是也能挣钱 想挣钱 对 嗯 所以说有些医院开个一两年就不见了 对对对 太多了 或者说不见换个名字 重新聊出一遍也变成别的名字 对对 经常换名字 对有这样的 对 所以说有点谨慎 嗯 那大部分一样都好 他说呢 那你有些是倒霉嘛 是的 嗯 焦有不适 嗯 对吧 可要注意啊 有这样的雷 可要注意 好 那么还要注意呢 你在这呢 遇到网上也是个翻译 嗯 我也谈过呢 我是这个翻译怎么怎么样 我就看 搞这个医疗的翻译 对 嗯 你来吧 你来了住我家 是的 对吧 嗯 我也整大怎么怎么样 对 嗯 他可能在这家医院整得很好 对 他可能和那家医院的关系好 是的 对吧 他中间呢 对对 有些人呢 这个就有点良心 嗯 也有一些有良心的 对吧 想办法让你好 对 前面对你好 后面对你也好 对 对 虽然是违法 但是呢 但是也有些人呢 可能说后 你没事 是挺好的 对你挺好的 对 你一战你有事 立马就是 你这样不舒服 那不舒服 这样不满意 他一小时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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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情况 找到他 对 你找不着了 他不负责任 你在找医院的时候呢 有很多麻烦的事 对 对 所以说来韩国整容 也要小心 要注意 对 对 这警惕之心要有 对吧 是的 要想这个 正规的医院 对 正规的医院 还是可以对比对比 是的 对吧 对比对比 所以这个事情啊 大家要引起警惕 要警惕 我们也希望这个韩国 这个整容形象要好 对 政府这几年也在大力的整顿 对 一直在整顿这些非法的翻译 对 也清理了好多医院 是的 也清理了好多非法的翻译 对 现在这个市场秩序啊 比以前 比前些年好了很多了 对对 对吧 但是也比较大意 是的 你担心疫情结束之后啊 嗯 这种现象有可能呢 在利益的驱动下 是的 死灰复着 有可能 有些人呢 就从操就业 是的 因为他成本相对来讲 他低了 他就自己嘛 对 他又违法成本低 是 然后呢 他这个不行 他一般也拉黑了 是的 换个号 对 在各个平台上留到 是的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 避免踩这些类 是 好吧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这个也行 所以说就简单的 就留到这里 对吧 尽量要避免 是的 好吧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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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